映竹虎泪将故事映燃 宫墙的花落独饮平烂 千朝生世华卷里谁在嘀喃 呼唤我名字已成完 宫墙你也在啊 你快帮我瞧瞧这是怎么回事 公主 这个我哪里懂啊 还是快请太医瞧瞧吧 小姐 我想起来内务府 内务府那边还有东西等您确认呢 咱要不先回吧 对 公主 宫墙才回宫 好些事还没打理 既然格格今日身体不适 我就先告辞了 瞧她那大街失色的样子 这几日 她是都不敢路过千云轩了 多谢和尚公主了 要不农民们真不知如何是好 也不知道华阿玛怎么想的 怎就对婉容松了口 你们当真不知道 云莹去了哪 回公主 姑娘走得急 只留下了口信 奴婢是真的不知道 难不成是四哥哥欺负她 她逃婚去了 不对啊 云莹醉酒 还时时念着四哥哥呢 太子殿下到 这可怎么办 四哥哥也不知道云莹出走的消息 公主 求您帮我农民们吧 我 我有什么办法 我吓唬吓唬婉容还行 但愿能闷过去 大白天的怎么还把门关起来了 殿下 队下 哥哥已经睡下了 睡下了 行 那我先走吧 什么声音 怎么在关键时候掉帘子啊 婴儿 怎么整个头都闷在被子里 都不怕闷坏了 好了 说吧 婴儿呢 这不是在那儿吗 破绽百出 轩儿 别闹了 云莹到底去哪儿了 四哥哥 轩儿 轩儿也不知道 不知道 殿下 小姐出门的时候没做交代 奴婢们也不知道 你们把门卡好 别叫其他人进来 朱儿 那天不是叫你看着他吗 人呢 不在 我才睡一会儿就不见了 先把人给我找到 找不到 你也别回来了 徐百道 难道婴儿与他在一起 我去趟作坊 你去衙门看看 姓徐的武作还在不在那儿 是 朱儿 看样子 人已经走了 婴儿怎么知道的徐百道 他们三个 又在找什么 朱儿 找到了 在哪儿 在衙门 衙门 少有令牌 也有徐百道领路 这会儿 应该还在藏书各没走 爹 神 神域 腿 腿麻了 你胆子倒是不小 没有 大人们说话 咱们这些小的还是先出去吧 是 是 这两人也认识啊 还知道找人给你打掩护了 嗯 我这不是想帮你的忙吗 你不同意 我只好出此瞎策了 晴 晴亮 麻得紧 你在宫中上解的不安全 在外面又怎么能让我放心呢 既然哪里都不安全 不如让我跟在你身边 免得你老是让人看着我 你就不要犹豫了 我陪在你身边 也免得你八万分心不是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了 你可想好了 跟着我 可能会更危险 是吗 我倒觉得挺安全的 哦 徐兄 我看你对男人不怎么避讳 反倒是见了小姑娘会比较羞涩 阎兄不要乱讲 你跟我来书房 两位跟我这边来吧 现在可以说说你的发现了吧 哦 徐兄他说曾在一本古籍里 建过一种秘术 可以控制尸体 所以我们正在找这本书 哦 徐百道跟你说的 我威胁他来着 还收了他全部家当 让他不得不帮忙 你鬼主意倒是挺多的 不过 这件事情 应该与苗族蛊虫脱不了干系 苗族 倒是有所耳闻 那件事 肯定与鬼面人有关 那天夜里我跟到巷子 有人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跟丢了 后来可有收获 我只是想不通 那尸体怎么会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本想靠他追寻到鬼面人 要是那晚没有回头就好了 没关系 还有我呢 我们肯定能抓到他的 如果是鬼面人的话就麻烦了 上次真云莺为什么会出现 难道真云莺喜欢鬼面人 真云莺会不会见过鬼面人的脸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没事 就肚子忽然不舒服 我去趟麻烦 婴儿 怎么去了那么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院子太大 有些记不得路 是我的舒服 应该先带你好好转转的 没事了 现在带我转转也来得及嘛 哇 好多花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 我就随便种了些 院子里还没有过多装饰 还得看了喜好来 我的喜好 这别院是我当郡王 父皇赏的 如今你已是我的太子妃 按着你的喜好来布置 自是理所当然的 嗯 那我可得好好规划才行 你看种果树怎么样 以后就不愁有应激的水果吃了 只要是你想的 我都会想办法做到 那要是有一天我提出无礼的要求 太子殿下可会许我 嗯 都以你 云兄和这位大人可真是要好 哎呀 还好啦 徐兄 这鱼可鲜了 你也尝尝 是吗 我也尝尝 对了 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根据之前的规律 这批尸体每三天或五天就会消失一次 我们先安排人手 看看这些死尸都跑去了哪里 可以啊 不过要是动静大了 会不会吵醒百姓 要是被人看到引起恐慌怎么办 这事我可帮不上忙 我这手无腹肌之力的 还是去衙门帮你们找书比较靠谱些 虽说徐兄你确实瘦弱了 但也没到手无腹肌之力的程度吧 一万桃心只换的任务线索 这徐百道身上肯定还有其他我没挖到的秘密 啊 又失败了 一价用都没有 找人收拾一下 又是一个没用的家伙 你下次 就不能找一个稍微强壮一点的吗 这些人都是没有身份的 不然官府的人早就过了 那鬼面 不可惜 他要是反悔 肯定会把罪责都推到你身上的 要是这活人果能成功 我何必盼负于他人 就这儿吧 我们撤吧 撤 也算是交差了 小白 小白 你去哪儿了 奇怪 杀 杀人了 小姐 叫公子 怎么记不住呢 急急忙忙的怎么了 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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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树哥失火了 不是 是呀没有人报案了 圆圆 你快去叫徐兄 我去找玄玉 是 小姐 玄玉兄 等等我 听说人报案了 是 郊外山上 发现了尸体 具体还得去现场看看 才能够知道 你要是怕 可以不去 没事 我胆子大着呢 别看 没事 我不怕的 大人 真不是草民做的呀 草民只是路过而已 还请大人明鉴呢 虽说你是一个侨夫 每日上山砍柴 还没错 可本官听闻 你已连近半个月 天天往山上送粮食 这是怎么回事 人阵物阵俱在 你还狡辩 草民 冤枉 这侨夫怕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系统提示 请帮助王儿麻子洗刷冤情 加两百套心纸 人一属性 加二十 扣还是你扣 才给这么点掏心纸 就不能大方一次嘛 大人 我看这侨夫是另有隐情吧 兄弟别怕 你就如实讲讲 你是怎么发现这具尸体的 又为何每日带着粮食上山 我上山是想给那只老虎送吃的 老虎 是啊 那天我上山砍柴 我已经发现一只巨大无比的身影 出于好奇就跟过去了 那只老虎像是受了伤 我看他可怜 就给他扔了个馒头 他也很通人性 没有凶我就一直养着 今日上山想去找他 谁曾想就碰到了这具尸体 受伤的老虎 不做 可有什么发现 回大人 死者大概为二十七到二十九岁的成年男性 从裸露出来的皮肤状态看 应该是在被野兽侵蚀之前就已经死了 什么 难道 应该是那只老虎所为 那家伙不知是被什么东西给控制着 怕是恶极了 如果真是这老虎所为 那鬼面人也有可能就藏在这附近 大人 我真不知道他还吃人呢 我要是知道他吃人 肯定不会喂他的 大人 要不就让这位兄弟带我们去现场瞧瞧 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 咱们坐下来 要不停的 咱们坐下早点 坐下来 咱们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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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